琪琪是一只蓝老鼠 羊羊是一只红老鼠 它们是一对好朋友 这天,琪琪在给羊羊打电话 喂,羊羊吗? 羊羊回答说 是啊,琪琪,有事吗? 呃,有,有事 什么事呢?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琪琪很抱歉地说 又一天,羊羊急匆匆地跑来找琪琪 琪琪,我想,我想 诶,怎么想不起来了 两个好朋友老是这样 突然忘记了准备去做的事情 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早上 琪琪换上干净的衬衣 系上领带 我要和羊羊去逛商店 吃冰淇淋 突然,她拍拍头 万一 万一我忘了怎么办呢 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肠尾巴 对了 逛商店,打一个结 吃冰淇淋 再打一个结 我只要看到这两个结 一定会想起来的 琪琪很满意地走出家门 一只尾巴上打着两个结的蓝老鼠 走在街上是很神奇的 大街的另一头 羊羊很快活地走过来 她的尾巴上也打着两个结 羊羊,你好 我想找你一起去 去 怎么又忘了 琪琪着急地说 我也想找你去 去 去哪呢 羊羊也很着急地说着 两只穿得很整齐的老鼠凑在一起 谁也想不起来准备要做的事情 算了算了 羊羊 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主意 两只老鼠一起逛商店 冰淇淋 买图书 打电子游戏机 好快乐的一个上午 分手时 琪琪突然看到了自己尾巴上的两个结 啊 我想起来了 我是找你去逛商店 吃冰淇淋 羊羊也想起来了 你瞧 我尾巴上的两个结是提醒我 和你一起去买图书 打电子游戏机 哈哈 他们满意地笑着 因为他们准备做的事情全做了 好 怎么做 我 我